28house日每日樓市 夕陽28house找樓app 贊助播出 4月份步向尾聲 今個月的樓市氣氛稍為降溫 一手成交預計不夠2000宗 數字及不上上個月的一半 主要都是靠鐵路的項目來支撐 包括剛剛過去的週末 航文田站有新盤手輪簡樓 帶動一手市場過去兩天 錄得接近300宗的成交 設立後第二個月 樓市購買力放緩 新盤推售部份亦探望板 但是鐵路項目依然有承接 英軍在韓文田站的朗延峰 過去週末首輪260伙簡樓 全數即日沽清 套現超過29億 單位成交價690萬多 至2050萬多 樓價最貴的6A座27樓A室 面積774呎 尺價26400多元 至於去年6月中 撒停賣樓 裝飾中國 在鴨利州的延岸 劈價最多三成 都在剛剛過去週六首輪賣18伙 但是只是沽出一伙 是7樓C室的開放式單位 面積205呎 成交價379萬多 尺價18500多元 設立後應逐漸減弱 截至剛剛過去的週日 整體一手成交量有1770宗 相比上個月全月大約4170宗 回落大約5成7 以首市場方面 代理說部分業主 叫價強硬 導致成交量很難有突破 周末十大屋苑 交投介乎9至11宗 其中太古城 採天閣高層G室 實用面積717呎 成交價1250萬 尺價大約17400多元 原業主持貨三年 帳面選手210萬 沙田第一城十座高層C室 面積327呎的兩房 以465萬元沽出 尺價大約14200多元 原業主持貨七年 帳面平手離場 但是計上其他洗費 有機會名稱實施 跟進一下新本動向 朗延峰上個星期 將項目84個大單位來招標 星期一公布招標結果 招標成交了25個單位 其中尺價最高的是 三座一樓C室 是三房連平台的特色單位 實用面積846呎 成交價2358萬多 尺價為27800多元 而成交價最高的是 一座20樓D室 面積1333呎的四房 成交價3644萬多 尺價為27300多元 發展商隨即加推150個單位 以最高折扣1.8計算 折扣的售價701萬多至1943萬多 折扣的尺價18500多元 去到28300多元 折扣的平均尺價是22122元 發展商說屬於原價加推 至於部署短期開售 資本策略在油麻地的高林 同樣部署加推新一批單位 發展商說加推的單位大約有50個 並且公布銷售安排 最快今個星期五選樓 有機會盡推所有已經開價的單位 項目目前收票大約1,100張 以頭一批52伙計算 折扣仍夠大約20倍 發展商說入飛的客源當中 大約是三成是內地客 市區新盤出現新界的尺價 新界樓要更加便宜才有號召力 更何況是銀主盤 有拍賣行星期二推出一批銀主貨 當中有新界西北的半身盤 尺價不用1萬元 有兩個是來自於天水為 Wetland Seasons Park 分別是一旗16座低層A1室 面積464呎 底價是398萬元 尺價是8,577元 另外三旗7座高層A2室 面積446呎 底價408萬 尺價是9,147元 而在附近的Wetland Seasons Bay 一旗5B座低層A6室 面積448呎 開價438萬 尺價大約9,776元 這三個單位都教過 買入價低三乘二至三乘八 另外看看元朗影域一座高中層的屍室 實用面積374呎 開價350萬 尺價9,358元 交買入價低一乘半 而這幾個屋苑 剛巧都是新地旗下的樓盤 將會變成強烈 運動 主題 主題 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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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